各位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已经把化痰止咳拼尝的药讲完了 下面呢 我们来和大家学习安神药 那么安神药这里面 我们来看它的性能特点 那么包括它的什么 用药的方法和配物这块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使用注意呢 这里面一般来说呢 这个矿石类的药物啊 安神药物啊 一般来说呢 作为完善服用 因为它们这块呢 容易伤什么 伤人体的胃 所以说呢 主要用这种方法来什么 来减少它的服作用 另外呢 这药物啊 不可久服是吧 那么大家都知道 说以前我们一些皇帝是吧 吃这些丹药 最后中毒死亡的是吧 所以说这块呢 很关键一定要注意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 这里面的药物 朱沙 那么重镇安神药 这里面一个朱沙 朱沙呢 这里面注意啊 它有什么功效 有什么特点 那么朱沙 我估计啊 很多同学都见过 那么以前呢 我们看一些香港的 妖魔鬼怪的电影 是吧 林振英 林大叔的电影里面 就经常会看到 朱沙 是干什么用的呢 写那个符 对吧 那么朱沙 写符 同时朱沙 你会发现什么颜色呢 是红色的 写在黄色的紫上 红色的 红色的 一般来说 露什么 露血 露什么 露心 对了 它能够露心经 那么朱沙 这里面 它能干什么呢 它能够镇静 是吧 镇静 能把东西震住 对吧 你看以前我们说 朱沙在符上面写这个东西 不就是为了震住鬼吗 对吧 为了震惊 是吧 治疗什么 治疗一些心神不灵 心计失眠 等等这些症状 那么朱沙 另外一个特点呢 它主要是什么呢 能够解毒 能够消炎 注意 解毒消炎 治疗什么呢 治疗咽喉肿痛 创央肿毒 用的比较多啊 这是我们说朱沙 那么朱沙 它另外一个考点 注意啊 朱沙呢 一般来说呢 指路完散服用 一般0.1到0.5克 啊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东西能不能火断呢 注意 记火断 因为朱沙这里面有什么 有硫化拱 是吧 硫化拱 记火断的啊 这是我们说朱沙 朱沙呢 大家记住刚才 闫老师所提到的内容 即可 然后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要物 另外一个要物呢 磁石 那么磁石 这里面我估计很多同学呢 对这个磁石呢 不是很熟悉 但是呢 我把它的本质 说出来以后呢 学生们呢 就会恍然大悟 那么这个磁石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中 小的时候玩的叫什么 叫西铁石 西铁石 那么西铁石是什么颜色 注意 是什么颜色 黑色的 黑色的你猜录什么经 录的是圣经 对不对 OK 这就是阎老师讲的生活 跟我们知识的联系 那么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啊 磁石 它有共性 什么共性呢 它能吸附 是吧 吸附 吸附什么 当然吸附铁吧 不管吸附什么 反正我知道它那个吸附 它那个吸 那么我们说在人体脏气当中 哪个脏气能够吸 这里面注意 谁呀 是肾 肾能够什么 纳气频传 吸纳 那么这点跟谁相似 跟肾 是吧 治疗什么 治疗肾虚的 可传 有益于肾的纳气频传 这一点 大家要注意了 然后呢 我们发现呢 磁石啊 它是个小石头块 似的 它是什么 纵贼的 是吧 那么纵贼的东西能够什么 能够震惊 安神 治疗什么 治疗心烦呢 心悸呀 失眠呀 等等 是吧 同时呢 你要注意啊 磁石 磁石录的是圣经 圣跟什么有关呀 跟耳朵有关系 同时它能够冲耳目鸣 那么治疗什么 治疗耳鸣耳聋啊 事物昏花等有关系 那么刚才 我们给老学员也好 或者是新学员也好 讲了什么呢 讲了这个磁石 是黑色 那么磁石啊 你知道 这个黑色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黑色就是我们的 四氧化三铁 那么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啊 在化学课本上讲过 那么磁石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磁铁矿 磁铁矿是黑色的 四氧化三铁就是黑色的 磁铁矿 那么再有呢 就像这个红铁矿 铁锈啊等等 一般来说呢 是三氧化二铁 那么黑色录的是什么呢 录的是肾 所以说能够冲耳目鸣 治疗什么 头目悬晕 耳鸣耳聋啊等等 那么磁石呢 它属于一个矿石类的药物 矿石类的药物呢 一般要把它打碎了 先煎是吧 先煎一段时间 才能把有效成分煎出来 另外一个呢 使用注意什么呢 因为是吞服啊 它不易消化 所以说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呢 卤完散来服用 这是我们说的磁石 那么磁石呢 功效呢 一定要掌握住 为什么 因为磁石 正经安神和平肝浅阳 那么跟我们后面学的龙骨 特别相似 龙骨在正经安神 平肝浅阳的基础上 加上搜点固色 就变成了龙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正经安神 平肝浅阳 是不是跟我们磁石一样啊 但是龙骨呢 它能够搜点固色 搜点固色跟谁特别像啊 跟我们的牡蛎 放在块 来干什么 色金子仪 是吧 治疗一些滑脱症 那么同样的 龙骨和牡蛎呢 也需要什么 打碎 仙尖 这是我们和大家说的什么 龙骨 那么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这里面的琥珀 那么琥珀呢 这个呢 是好东西 琥珀呢 一般来说呢 是什么 注意 琥珀 一般来说 是树脂的化石啊 是个化石 一般来说呢 要几千年才能形成 是吧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琥珀里面 能见到什么呢 见到小鱼啊 是吧 小虾呀 等等 那么特别的逼真 对吧 那么注意 琥珀呀 它的考点呢 主要在这两个方面 那么有一次啊 我到这个贵州那边上课 给他们上课 上课呢 然后有个学生呢 他就要送我一个礼物 他说你看杨老师 你对我们这么认真 这么负责 教了我们很多的方法 是吧 那么使我们考试复习 简单了好多 就要送我个礼物 我说你要送我什么呀 他说老师 我想送你一个琥珀 那么我想问你 你说琥珀你能收吗 不能收啊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几千年的化石啊 是贵重制品的 但是他说完这句话 我就感受了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呢 他说老师啊 你收下来吧 这个琥珀是我前两天去贵州一个地方去玩 然后买的 十块钱两 买二挣一 这个给你吧 那么你猜 这是琥珀吗 绝对不是琥珀 是什么 是玻璃的啊 玻璃的 那么后来呢 我拿到手里面一看 哇塞 真的很逼真哦 这里面什么呢 这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个小鱼儿 啊 小鱼儿 啊 非常的逼真 啊 是吧 鱼身上的鱼鳞啊 都能看到它 主要鱼身上的鱼鳞都能看到它 琥珀 啊 这个琥珀非常逼真 身上的鱼鳞 鱼鳞都能看到 这个鱼呢 指的是活血化鱼 这个鱼呢 指的是力量通令 记不记住啊 记住了吧 说这个东西真的逼真 真 正 正经安神 所以说琥珀 它的空效就是正经安神 活血化鱼 印尿通令 那么一般来说 录的是什么 完善服用 因为这东西啊 它是树脂 你说树脂 能不能用火来烧啊 所以说一般来说 不能用火烧 要记火断 琥珀呢 我们就和大家说完了 那么 我希望 我们的学员呢 用严老师刚才的方法 去掌握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对这些内容啊 进行一个小节 那么在这一部分内容当中 我们知道 实时 朱砂 龙骨 琥珀 他们都是 质地比较重的 一般有 重罪之性 重罪之性 能够震惊 安神 那么朱砂 摄虹 入的是心 他能够震惊 安神 还能够消炎 心热解毒 治疗咽喉肿痛 但是朱砂 这里面因为含有什么 含有流化拱 千万不能用火去断它 那么 记火断的药物 有哪些呢 有朱砂呀 有琥珀呀 这些呢 一定要记火断 然后呢 我们又学了什么呢 磁石 磁石呢 老师说过 它就相当于吸铁石 那么吸铁石 它有吸附的作用 它能够纳气 瓶喘 治疗 肾虚的 可喘 同时 老师说了 它是黑色的 黑色的 鲁肾 补肾 它能够 从耳朵 耳朵是跟肾有关的 从耳目 同时 它能够正经安神 瓶肝浅阳 那么正经安神 瓶肝浅阳 跟谁相似啊 跟我们的龙骨 又很相似 是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诛杀和磁石 它们功效的差别 那么磁石能够治疗什么 肝羊 上抗 头 晕 目眩 那么这部内容呢 我们就说到这 下面呢 我们来看另外 这一个药物 叫什么 叫养心 安神的药物 那么养心 安神的药物 我们来看 这里面有哪些呢 这里面有什么 有酸枣仁 那么酸枣仁 大家看 第一个 它是酸的 酸的露什么呀 酸的 当然露的是肝呢 所以说 酸 它能露肝 能够养心 易肝 另外一个呢 酸枣仁 我们记得呀 方记里面 有个叫酸枣仁汤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治疗的是什么 治疗的是心烦失眠 主要是心计失眠啊 等等 是吧 那么 它能够安神 酸的东西呢 它一般来说呢 是能够收脸的 所以说能够脸汗啊 脸汗 那么能够治疗什么 自汗呀 倒汗呀 等等啊 那么这些东西呀 在方济学的课程当中 还会有体现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叫白子仁 白子仁呢 它能够养心安神 但是白子仁 它多指 所以说 它偏于什么 偏于论腔通病 一般来说呢 在患者出现 常照便秘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它 那么可以跟我们的 玉礼仁啊 松子仁啊 和信仁啊 同用 那么既然我们说到 这些仁了 我们就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说玉礼仁呢 它能够什么 它能够沥水消肿 是吧 那么同时论腔通病 那么松子仁呢 它能够什么 话谈止咳的 跟肺有关系 是不是啊 那么白子仁呢 它能够养心安神 论腔通病 止咳频喘 论腔通病是谁啊 信仁是吧 陶仁呢 活血话语 止咳频喘 论腔通病 所以说这里面 仁的药物呢 一定要进行一个对比比较 同时呢 它还可以什么 滋补阴液 滋补阴液 那么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叫和欢皮 那么和欢皮呢 实际上这里面注意啊 和欢皮 和欢 就是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那么一起高兴高兴就要把什么 一些烦恼 一些抑郁呢 要排掉 所以说解育安神 是和欢皮的主要考验 另外一个呢 手乌疼 手乌疼 疼类的药物 它能够治疗疼 能够去风 碰落 知道了 那么另外一个手乌 手乌能够养发 是吧 那么养发的原因主要是养血 所以说手乌疼能够养血 来安神 一般来说 我们说贫血呀 啊 那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什么失眠呀 降旺啊等等 我们可以用什么 手乌疼来知道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说的远智 远智 那么远智呢 是指的是远大的志向 那么远大的志向 那么你肯定要想啊 这个人呢 肯定要什么 要脑袋好使 对吧 要抑制啊 知道鸟呆 是吧 你说你能不能跟我们的二傻子说 你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 我说二傻子的志向 最大的志向就是什么 就是今天晚上睡觉 不尿床 对吧 那么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要什么 要抑制 那么另外一个呀 呃 我们说在这个临床上啊 远智呢 这里面很多人会去提取它的主要成分 远智的主要提取成分 活性成分叫什么呢 叫远智皂肝 那么远智皂肝是干什么用的呢 治疗老年痴呆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 我们远智可以治疗什么 神智障碍的疾病 癫痫呢 金黄啊 甚至痴呆啊等等 那么这里面它主要有开窍之功 这个窍呢 主要是脑袋 是吧 那么另外呢 远智还有什么功效呢 它能治疗什么 一些雍居疮毒等等 它能够什么 消散雍总 这是我们远智的一些考点 希望大家就注意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酸枣仁和白子仁呢 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酸枣仁和白子仁呢 他们均能够什么 安神 但是呢 有不一样的东西在这 那么酸枣仁呢 它能够什么 补肝 能够脸汗 而我们的白子仁呢 它主要是什么 论肠通变 这是他们的区别 那么我们对安神的药物呢 进行一个小结 那么安神药这里面 它分两大块 一个是正经安神药 还有一个是养心安神药 养心安神药 这里面的主要有三个 我们的酸枣仁 我们的白子仁和我们的远智 那么远智最大的功效呢 就是什么 叫开窍 同时抑制 而我们的白子仁 最大的功效在什么 在论肠通变 而我们的酸枣仁 在抑肝 脸汗方面 有作用 而我们的正经安神药 就比较多了 正经安神药 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龙骨 和我们的磁石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的猪沙呀 琥珀呀等等 琥珀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琥珀和猪沙 这两个药一定是寄火断的 同时琥珀老师讲过 这个琥珀非常的逼真 鱼灵都能看到 鱼就是指的是活血化鱼 灵呢 就是腻尿通令 能够治疗令症 这是他们的考点 那么我们安神的药呢 就和大家讲到这 希望同学们呢 课后做好相应的复习工作 那么本讲到此结束 非常的感谢大家 再见